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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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运动可以锻炼到你的核心肌群 攻三头肌和上肢的力量 力量和肌掌伏地挺身 在胸部下方放一卷卫生纸 做标准的伏地挺身姿势 放低身体 直到胸部几乎触碰到直卷 然后手臂用力向上推 试着在直卷上方用力肌掌 落地时肘部要保持弹性 放低胸部 直到碰到直卷 重复做骨质十次 这项运动可以锻炼你的攻三头肌 胸部和肩膀 蜘蛛人伏地挺身 首先像蜘蛛人一样 或是说做标准的伏地挺身姿势 然后在腰部两侧的地板上各方一卷测脂 把身体放低 向侧方伸出右膝 让膝盖停留在直卷上方的位置 此时你的腿部应与地面平行 回到起始位置 在另一侧重复同样的动作 重复做十次 这项运动可以增强做伏地挺身时锻炼到的肌肉 以及你的核心肌群 单臂伏地挺身 单臂伏地挺身 很适合那些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的人 因为在这项运动中 单臂的承重可是增加了一倍呢 由于你需要更强的稳定性 所以核心肌群也能得到更多的惯练 首先做标准的伏地挺身姿势 一只手拿起一卷卫生纸 把它放在身后 注意不能让直卷掉下去碰到地面哦 将另一只手臂放到胸部下方 展开双脚好让身体能更加平衡 重复做五至七次 然后换另一侧做 静态深蹲 将集卷卫生纸叠放在一起 直到与膝盖同高 背对卫生纸高塔站立 双脚分开与肩部同宽 脚趾稍微向外张开 抬起双臂到与肩部水平的位置 弯曲膝盖 放低身体 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 深蹲到卫生纸上方的位置停住 但不要触碰卫生纸远哦 至少保持这个姿势60秒的时间 这项运动可以锻炼到你的骨丝头肌 小腿 大腿后肌和腹肌 嘿 你还可能笑到肚子痛哦 跳跃运动 把集卷卫生纸叠成一堵卫生纸墙 卫生纸越多 你就能叠得越高哦 弯曲膝盖 跳过卫生纸墙 不要休息 跳回到起始位置 这是个好好锻炼你骨丝头肌 臀部 大腿后肌和小腿肌肉的好方法哦 左右深蹲跳 紧接着上一项练习 站在卫生纸墙的一侧 然后深蹲地蹲坐下来 收紧你的腹部 臀部和腿部 跳过卫生纸墙 半蹲着陆 重复这项练习 要尽量多做几次哦 登山者运动 拿两卷卫生纸 把它们拿起来放在胸部下方的地板上 手掌和脚趾受力 做平板支撑的姿势 尽可能快地将双膝轮换抬到胸口卫视 双脚在空中依次交换 先抬起右脚 然后抬起左脚 尽量不要碰到卫生纸卷 坚持30-60秒 不要停 啊哈 这项练习尤其可以锻炼到你的腹肌 骨丝头肌 弓三头肌 臀部肌肉和大腿后肌 直手平板支撑 做个像平板支撑的工作 但是手臂伸直 用手掌和脚趾支支撑身体的重量 但在这之前 先把脊卷卫生纸摞起来 放在宽部下方 你的身体和卫生纸卷之间要稍微保持一些距离 你的核心肌群必须绷紧 身体要成一条直线 要避免宽部触碰卫生纸卷哦 保持这个姿势至少30秒的时间 侧棒运动 与上一项运动相同 在这项练习中 卫生纸卷的作用是要保持你的身体不要塌下来 做直手平板支撑姿势 两个脚跟合拢 并把脊卷卫生纸放在右侧 靠近你身体的位置 用右手支撑身体 举起手臂 指向天花板 现在 卫生纸塔会与你右宽部的下方 保持这个姿势30秒的时间 不要碰到卫生纸卷哦 在另一侧重复相同的动作 触肩式平板支撑 首先 做直手平板支撑 在面前的地板上换一卷卫生纸 身体成一条直线 伸出右手 拿起一卷卫生纸 把卫生纸碰到左肩 把卫生纸卷放回原处 然后重复这一动作 这一次 你需要用左手触碰右肩 每一侧重复十次 波比运动 这是一项全身运动 从站立姿势开始 双脚分开与肩部同宽 在面前的地板上放一卷卫生纸 深蹲下来 把手放在卫生纸卷两侧的地板上 把脚踢回到平板支撑姿势 不要停歇 然后再次往前跳回到下蹲的位置 拿起卫生纸卷向空中跳跃 把手臂举过头顶 同时紧握纸卷 回到深蹲的位置 把纸卷放回到地上 重复做十至十五次 你喜欢这些卫生纸卷运动吗 有没有用它们擦汗呢 哈 顺便说一下 如果说不能够碰到卫生纸 还不能完全激励到你 那么你肯定会喜欢我们的钉子板锻炼的 哈哈 开玩笑的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赞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这里有一些其他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点击它们 然后尽情享受吧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